目前备受球迷关注的成都团体试拼赛女团的决赛已经落下了帷幕 国拼女队的三朵金花 陈梦 王曼玉以及孙颖莎在比赛当中发挥出色 以3比0的比分横扫了国拼的老对手日本女拼 帮助国拼以发展全胜的澳人成绩夺冠 并且实现了试拼赛的五连冠 再经历了四场小组赛和三场淘汰赛 一共七场比赛 国拼女队都是以3比0的比分完胜对手 国拼女队以不失一局的情况下 成功晋级女团决赛迎来了与日本女拼的终极对决 日本女拼也是国拼在团体试拼赛当中的老对手了 从2014年的东京到2016年的吉隆坡 从2018年的哈尔姆斯塔德再到2022年的成都 这是中日两支队伍连续第四次在决赛相遇 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由于早田希娜的缺席 国拼女队的最大对手便是伊藤美成 王曼玉在这场比赛当中扛起了阻击伊藤美成的重任 在这三局比赛当中 陈梦首战告捷 以3比0的比分击败了牧原美优 帮助国拼女队以1比0的大比分领先日本女拼 王曼玉与伊藤美成的这一场比赛 是这场决赛的关键 在比赛当中 伊藤美成利用多变的发球 凶猛的正手进攻 以及反手弹击给王曼玉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但是韧尽十足的王曼玉依靠着自己出色的护台能力 与伊藤美成纠缠 最终王曼玉以3比1的比分击败了伊藤美成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最后一名出战的便是孙颖莎 干净利落的以3比0的比分横扫了长期美用 这么一来 国拼女队横扫日本 第22次举起来考比轮杯 女队夺冠 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冠军 现今的世界拼弹 中国女拼已难觅对手 团体赛所向披靡 单向赛或许也就只是 我们中国队员之间的神仙打架了 这样富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中国女拼 实在太强了 就在球迷们沉浸在 国拼女队夺冠的喜悦当中时 出现了一个突发状况 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 日媒曾经吐槽 中国助威团的声音太大 而伊藤美成在接受日媒采访的时候 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 伊藤美成表示 自己并不太在意 不管在什么比赛当中 都想要击败国拼的球员 而伊藤美成这样的表态 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伊藤美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 我都想击败中国选手 因为是中国选手 所以更要以挑战者的心态出战 有信心和大家一块赢 无论是我自己还是球队本身 都逐渐变得更好 无论如何 我都要坚强面对 我自己也好 我的队伍也罢 都将全力以赴去挑战 我们从伊藤美成的采访当中 可以明显地看出 伊藤美成还是非常自信的 明确地指出了 不管是在什么比赛当中 都想赢我们的国拼 虽然伊藤美成没有说的太多 但是他扬言要战胜国拼 这不仅让陈梦孙影沙感到意外 并且还引来了很多吐槽的声音 今年刚满21岁的伊藤美成 有着屡败屡战的气质 尽管多次被国拼的球员击败 但是从不认输 总是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 就为自己加油打气 有不少球迷都表示 伊藤说着话的时候是白天吧 白天就开始做梦了呢 也有球迷说到 伊藤的目标一如既往的远大 而现实始终如一的残酷 当然也有些球迷表示 梦想肯定是要有的 要不训练的时候 哪里来的动力呢 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 伊藤美成可能是因为 本土作战的缘故 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 强大的实力 与水谷损搭档 击败了许新刘诗文的 混双组合 斩获了混双冠军 自此 伊藤美成信心爆棚 扬言会一个接一个的 击败国拼的选手 但是之后的结果 我们都看到了 伊藤美成被国拼盯上了 球员们开始 对伊藤美成重视了起来 这种情况下的 伊藤美成好日子 也就到头了 国拼的四朵金花 见一次打一次 打一次哭一次 打得伊藤美成开始怀疑人生了 自己的世界排名 也从世界第二 跌倒了世界第六 被自己的队友早田吸纳超越 所以 在成都士兵赛当中 伊藤美成想要证明一下自己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士兵赛当中的伊藤美成 水平相比较去年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如果不是自身的失误较多 王曼玉想要轻松拿下 还是很困难的 伊藤美成最为不幸的 就是遇到了国拼的王曼玉 王曼玉意志力坚定 哪怕伊藤美成有着出色的表现 却依然难逃被击败的命运 可以说 伊藤美成最大的对手就是国拼 击败国拼的球员 也算是伊藤美成心中的一个执念吧 对此 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